我們看一下法律上的第二題有這一題 題目說呢 16加k分之x名方 跟25加k分之y名方等一 他說他是個雙曲線方程式 要為了交條 那像剛才我說的 我說這個題目這樣看的話很怪 他不太像是雙曲線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兩個都是加的 應該看起來像拖遠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需要利用雙曲線的光臨去講 所以我要去思考的問題是 這兩個裡面到底是誰證誰負 你就誰證誰負 很難判別對不對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圖是長這個樣子 還是這個樣子 對吧 你說啦 因為現在我教你怎麼去思考到他 怎麼解他 第一件事情是 你先回答我 這兩個裡面 16加k跟25加k 你不曉得征服嘛 但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誰大誰小 是16加k大還是25加k大 但是25加k大 肯定大於16加k 不管你k代多少 你只有你k代-100萬 還是會看得到 因為最後會加25 因為兩個都會有k啊 k所以是可以消掉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要幹嘛用 既然我知道25加k大於16加k 那就代表他一定是正 他一定是負的 如果他是雙曲線方程式的話 對不對 總不可能那個正的還比較小 負的還比較大 因為我沒有取絕對值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25加k肯定是正的 然後呢 16加k肯定是負的 這樣會啦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你會呢 後面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就是 既然我知道真的是負的 16加k是負的 所以 我把這個地方拉變正了 因為 你總不可能這樣寫 你不可能寫負四分之 什麼x0方加 9分之y0方等一 我的意思說這個 16加k就很像感覺 很像那個負四的感覺 就是隱藏版的負號在裡面 就是那個負號其實 16加k其實是負的 但是我到底看不出來它是負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如果像這樣寫怎麼辦 是不是應該把那個負號 提到忘記 然後這裡就變成真的 對吧 好 所以就一樣做吧 把這個地方呢 就一樣把負號提出來 然後下面的變成是 負16-k 這樣聽懂嗎 因為 負的成員 這裡面的負16-k 還是一樣變成4加k 然後其他的都不進行造超 這樣會啦 所以 關鍵地方在這裡 這個地方 好 來記住喔 這邊的話就會把它改成這樣 符號的形式出現 好 那 這個會呢 後面就會 比較 簡單一點 好 第一件事情 他問你求要求什麼東西 求的是他的那個 雙群線吧 問焦點坐標對不對 那請問你 焦點找誰 焦點 只要找C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假設 不是假設 C平方 會等於什麼 是不是 A平方加 P平方 這裡的A平方跟 B平方其實就是這兩個 這一個 跟這個吧 所以我知道 C平方會等於 會等於 -16-k 加上這個 25-k 結果剛好 好死不死很爽 這個k到怎樣 消掉 那等於多少 7.9 所以我知道我的C C就應該等於 正負3吧 對不對 C連勝負3 那會不會就搞定啊 為什麼 因為 我知道我的中心點是多少 0 所以我焦點 是不是應該是 加點3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焦點多少焦點 焦點就等於 中心點是0跟0 對吧 那問題 是誰要加點3 是x加點3 還是y加點3 這個圖 如果你看的話 剛才不是說嗎 這個一定不是負的嗎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這個 上下吧 所以應該是以0 0然後呢 上下怎樣 加減3吧 所以答案應該是等於 0 3 還有呢 0-3 OK 這樣子會啦 好